热闹庙会活动行进到一半 好几名黑衣人大声叫嚣 伴随激烈推计冲突一触即发 旁边民众圈看傻眼 七爷八爷也被骚扰阻挡去路 工作人员将人拉开 警方火速到场 两派人马难舍难分 17号晚间新北三重 举办绕镜祈福仪式 队伍在信心路时 两名19岁男子 只是与武教人员发生推挤 没想到就徒手痛殴对方 导致场面一度失控 最后被一社违法 直接送进警局 同样也在三重 本是为了平安祈福庙会活动 没想到脱续场面一桩结一桩 黑男情绪暴走 远景都到场 他还不善罢甘休 你等我 你先听我说 原来他自己喝得烂醉 根本没被受邀 宫庙平安餐会 自己硬闯被请离 恼羞沉怒朝一名女性 庙方人员狠甩一巴掌 酒醉暴走失控打人 现在被一伤害及设为法送办 更让好端端的祈福全变了掉 记者姚立强分享乔欣飞报道